大考中心十八號公布 一百零八學年度指考成績 及各科成績人數百分比累計表等 統計資料 大考中心表示 考生在國文 公民 歷史 及一類的術語科目表現較佳 且考題偏異的趨勢 但二三類的書甲及物理 兩科考題較有難度 比系就是學校考卷 跟學測跟模擬試題都難得很多 我覺得看科目 大考中心指出 今年國文頂標八十五分 比去年七十七分增加了八分 數甲部分頂標六十七分 比起去年七十六分 則大減九分 但各科人具見別度 無明顯變化 今年指考報名人數四萬九千一百一十九人 正式分發名額 韓征璇回流的三萬四千五百七十六人 比去年大減五千六百八十七人 出國錄取歷約八成 一百零八年大學總招生名額十萬六千兩百八十五人 指考分發入選名額為三萬四千五百七十六人 等於指考名額只有百分之三十二點五 佔總招生名額不到三分之一為例年最低 預估至少有兩萬四千五百七十六人 一萬九千名指考總錄取名額 大考中心提起考生 從二十四號上午九點到二十八號下午四點半 多可上網填寫考試分發志願 完成登記後不得再修改 預計8月7號放榜 原始新聞 胡宋 迪佛如安 台北市 桃園市 採訪報導